通常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明星们 个个都是光鲜亮丽帅气逼人的 不过中国男性们在没有美颜功能的相机镜头下 丑帅也是一目了然 终究讨不过招妖镜的法眼 让我们来看看重男星在招妖镜下的真面目吧 李一峰看上去皮肤还是可以的 稍微有点松弛 可能是周车劳顿的原因 加上有眼带 不过大眼睛都会有这个困扰 并不影响冯冬的帅气 陆寒在外媒镜头下看上去没有综艺节目 和自拍照中那么白嫩 不过皮肤确实好 不愧是第一小鲜肉 羊羊几乎没差别 皮肤真的好白嫩白嫩的 妹子在羊羊面前估计也得害眼吧 张一星皮肤状态很好 美头也是萌萌大 小骄傲干脆骄小带牛吧 景博然的状态看上去就没那么好了 藏老了许多 快叫你咪咪断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吧 作为上一代的鲜肉掌门人 韩庚不得不服岁月是把杀猪刀牙老了 至于张杰嘛 谢娜喜欢就好了 陈坤 敞花就是敞花360度无死角男神呐 乌立桃桃和吴亦凡看上去有点吓人呐 可能是摄影师没抓拍好 明显是在黑这两尾小鲜肉嘛